位在卢竹区南山路一段的荣毅电子公司 在周二晚间8点多传出了火警 在经过消防局调派消防车27辆 和一台救护车紧急抢救之后 随即扑灭了火势 首先现场没有人员传出伤亡 业者目前估计损失约300万元左右 位在卢竹的南山路一段上 荣毅电子工厂的铁地屋 在晚上8点半左右冒出浓浓的黑烟 传出火警 消防局在接获民众通报之后 立即派出27辆消防车和一辆救护车 抵达现场抢救 8月11号的晚上20点36分开始执行抢救 到立日8月12号的凌晨4点36分还反对 那总共本市的救灾时间总共为8个小时 消防局表示因为这一间公司是电子工厂 里面有存放益柄醇、盐酸、次氯酸钠等危险挥发物品 加上建筑物是铁皮屋构造 因此消防人员不敢大意 也另外通知北区独栽应变队到场协助处理 可能性的非发物非常的危险 那我们立即就采取围堵的方式将它做一个局限 那在同时那也同时疏散附近的一个民众 因为盐酸的泄漏造成很多的民众有呕吐 新计的一种现象 这一场恶火在经过62名消防人员和14名益销人员 总计是76名人员抢救之后 火是在晚间10点半左右受到控制 消防局表示起火点判定是在无城市内部 起火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 业者则表示损失大约在300万元左右 索性没有人员传出伤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